但是我刚刚讲是一个比较一般性的区分 所以在过去的修行里面 它比较缺乏所谓的创造富足跟创造财富 因为它比较强调的是 希望所有的地球人早日离开轮回 但是各位要早日离开轮回 不是说你要离开就离开的 那简而言之当你还在轮回的过程当中 你是要过日子的 各位明白吗 而且说实话日子过得太苦 不见得有助修行 很多人会觉得苦修有助修行 但是各位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子的 就像你骑马一样 你用力打这个马的屁股 它会跑得快一点 可是你一直很用力的打马的屁股 最后马会想把你摔下来 所以在自心法里面提到苦修 并无助于修行 之前我也讲过一个有趣的概念 各位 如果比如说在座的每一个人 你们都必须忙着赚钱 你们会来上身心灵的课程吗 我会 一个专注在物质上的金钱的人 他只会想追逐更多的金钱 就像我之前 也是辅导一个费线来的学员 费线来的学员 他是一个生意的老板 当然他在追求事业的时候 他后来跟我讲 他说徐师 我不会跟股票没有上市的 上柜的公司的老板吃饭 你要跟他吃饭 你一定要是大老板 而且你的公司的股票 必须上市上柜 他才会跟你吃饭 为什么 因为跟你吃这餐饭 他才会有价值 他才会拉得到生意 对他的事业有帮助的 他才可能跟你吃饭 所以他不会浪费时间 跟小学同学 国中同学 跟朋友吃饭 可是后来他得到这一线癌了 所以他必须要开始走 身心灵这一条路 因为他一发现的时候 已经是末期 而且转到大脑了 所以各位我现在就要是讲 这就是目前这个世界 一个非常错乱的现象 同时我们这个世界 第一个我常讲过 在物质跟所谓的享受 其实我们已经到达 某部分的巅峰了 我记得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一个比喻 现在任何一个老百姓过的日子 都比以前的皇帝 他好 皇帝没有坐过教车 皇帝没有坐过电梯 皇帝冬天不会有羽绒衣 皇帝没有吃过帝王蟹 你们应该都吃过 各位 皇帝没有办法 出门就有7-11 还有整个城市 都是我的收费站 不是啦 最近大家在开远通的玩笑 整个城市都是我的收费站 都是远通的收费站 整个城市都是你的咖啡馆 各位 你说就物质享受来讲 目前的人类 是人类有史以来的巅峰 夏天有冷气 冬天有暖气 各位明白吗 还有最简单的 皇帝绝对没有用过操水马桶 更没有用过碾字马桶 会喷水洗屁股的 各位绝对没有 所以很有趣的是 目前的人类 同时在经济上面达到巅峰 可是 同时目前的人类 又处于心灵 极度的空虚 所以目前可能是人类物质享受物质文明的最巅峰 可能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迷失跟心灵最空虚的时刻 而这两股力量不断的在冲突 不断的在冲突 所以如果你要我根据传统以来的修行 那么在物质与精神之间就形成了极度的矛盾 极度的矛盾 那个矛盾就是 所有人都觉得 好像我不够有钱 有没有 因为的确 有钱的人太有钱了 就像我之前一直在讲 这个2001年的时候 台北的地宝 刚推出来的时候 一瓶八十万 然后上个月 实价登陆 一瓶两百九十八万 所以2001年 你只要在台北地方买一户 两百平的就好了 你什么都不用做 到今天 你就赚差价 大概四亿 就赚到了 各位 你什么都不要做 那时候只要买一户 到现在 差价四亿 你说你怎么跟有钱人比 所以相形之下 大家都觉得自己 好像很穷 可是各位 穷是比较出来的 以前我也讲过 古代的原始人 这次狩猎游牧民族 可能他的粮食 只过 只够一个冬天 只够一个冬天 冬天长一点 粮食可能都还不够了 现在人类的粮食 你们家 你不工作 你大概也许活个 几年都没问题 你会明白吗 所以目前是人类 有时以来 我刚讲的 其实经济物质 最丰沛的时候 可是可能也是相对上 你觉得自己 最穷的时候 因为以前大家都穷 可能是相对上 你觉得自己 最穷的时候 你所有的物质 都在诱惑你 都在诱惑你 随便台北市一平的房子 刚讲 现在地保 实价登陆 两百九十八万 你看到 今年的汽车展 比如说一辆跑车 或是常常上新闻 哪个超跑 在马路边撞烂的 记者就会告诉你 那辆超跑 大概是一千万左右 好一点的超跑 大概两千万左右 是啊 先讲一个笑话 那天在高雄分会 后来要去演讲 演讲 九方主任就要开车 在我去演讲的会场 刚好在房东的楼下 在他的车道上面 有一辆车挡住了 我们的车要出路 九方主任就靠在车子上面 要看他的电话号码 要打电话给车主 请他挪车 我就跟九方主任说 不要离那个车子太近 那辆车子 叫是宾利双门跑车 那辆大概多少 三千万 三千万是 宾利双门跑车 那辆是三千万 我跟九方主任说 不要靠太近 等一下 买到你的那辆喜美 宾利双门 整辆车卖掉都不够赔人家 三千万是 宾利双门跑车 各位 有没有差很远 有 你整辆车子赔给人家 板金可能都不够 很麻烦 所以各位 你知道有多穷了吗 这叫相对剥夺感 相对剥夺感 所以那个房东的这个朋友 就开了那辆双门的兵力跑车 是啊 好 回到刚讲 所以这是一个错乱的时代 同时每一个我们社会 仿佛最穷的人 其实是非常富足的 可是任何一个平民百姓 你跟你的朋友比起来 或跟所有的有钱人比起来 有可能你是很穷的 所以你说什么叫做富足 什么叫做经济压力 各位 经济压力有可能发生在一个 很有钱的人身上 经济压力也有可能发生在一个 很穷的人身上 所以你们说经济压力 这个名词其实已经错乱了 错乱了 我们以前经济压力可能很单纯 没钱吃饭 各位 可是像经济压力 可能是没钱买房子 有没有 没钱买房子 或是没钱开三千万的兵力跑车 或是其实公司很有钱 可是银行欠款更多 所以当我们现在讲经济压力的时候 各位我觉得真的很复杂 它的计算的基础很复杂 到底什么叫做经济压力 笼统而言 就算在座的每一个人 你们的财务 你们的动产不动产 你们的收入 你们的开销 经济压力对你们在座每一个人 可能都呈现不一样的含义